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用心收藏每段爱的片子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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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我杀不住了 李老师 你能不能不回城啊 我们还想用你的电脑 上好学习呢 你们还是先学好 课本上的内容 等我回来再说吧 那我看到村友会门狗 贴了电脑培训班的洪水 说要请林安上课 是啊 但是没有人来报名 所以我先走了 李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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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来报名 李老师 我可以说服 我舅舅来报名 还有我妈妈 我 我爸爸根本不用说服 你们谁都说服不了 之所以没有人来报名 是因为现在是农忙 你们要知道 每个人 有每个人的本职工作要做 大人要种地 你们要好好学习 所以 回去吧 孩子们 我们下个学期再见 李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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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书记 李老师 怎么在这追着你了 妈 不是说好等三天 这三天时间都到了呀 是啊 这临门一脚 这球到底还是让我给踢进去了 培训班报名的可不止一个人 真的假的 你不相信啊 去看看 真的 走走走 李老师 李老师 走走走走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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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是真的 上一次课给三十块钱 我听得清清楚楚的 真是上一次课给三十块钱 真给钱这次 我们每一遍就是三十 来 王书记 这是怎么回事 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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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嘴就来 但是小康这次呢 没说错 你看 因为大家能够来参加培训 那肯定就放下手里的活了 对吧 所以来的人 每一次我们都给相应的补偿 来一次 三十块钱 学习太重要了 怎么样 我没骗大家吧 我这次说对了 就是真给三十块钱 对 迪老师 咱们这课上多少天 大学本科呢 有一个计算机专业 那个一上就要上四年呢 书记 你听见吗 四年 是啊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我可以天天来 书记 你要不然把那个 这 这 这上课的钱 一次性给我吧 我 我现在就能脱平了 就这点没出息 下来 瓜爷爷来了 来了 解败人 一生后人鲜飞的光荣传统 爱苏苏苏 爱人明宣言不尽 妖妖看见诸 不怕困难 不怕敌人 惯着血迹 坚持斗争 我没有想到 来了这么多人 想问一下大家 为什么来了呢 等时候会上网 我就能够和我在外地 打工的儿子 打一种能见面的电话了 哦 打电话 还有呢 为了三四块钱补助 还有呢 我是我们家祖上申明 托梦叫我来的 托梦 有这事吗 真的 我是 真的 真的 就是 这几天晚上啊 我们家孙子老说梦话 这说什么 下单下单 快递包邮 我当时不知道这什么意思 就去问方老师 就去问方老师 这一问哪 我才知道了 那孩子们说的 都是开网店的事 就来了 小瓜 你不会做梦把自己给出卖的吧 没有 第二天早上我跟他说 是一位白胡子老爷爷跟我说的 白胡子老爷爷啊 肯定是我们许家祖宗 那老祖宗都给孩子托梦说是 要在网上卖货 这 我这凑晚辈的 能不听吗 所以 我就来了 我们家西西啊 最近也经常跟我刀念的这事呢 我也是因为这个 才下定决心过来培训的 老祖宗都实行上网了 那下次咱们上红的时候 就是给老祖宗烧开电脑啊 烧什么电脑啊 我们家祖宗 可能在那边已经开着网店 是 说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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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什么 官爷 就前两天 晚上我在家祖宗来找我 让我拿着身份证拍照片 然后要注册网店 林老师是这个流程是吧 是 那你给他们了吗 能不给吗 那是祖宗 可是那天晚上我喝点酒 祖宗带着我又唱又跳的 又拍照片的 我一高兴把祖宗给吐走了 喝点酒就饭了一会儿 这么老祖宗老祖宗 真是老祖宗 那么真切的梦 我还是第一次见着 那祖宗就在旁边跟着我跳啊笑啊 拍照啊 太 反正我们家老祖宗那边开网店了 我把你搅担了 我王老祖宗 什么 我都不担心 我已经捅了 我没有忍主 你 uk 请进 小宇 宇老师 我想让教师的电脑复习一下 会上学过的内容 我不同意 为什么 其实老师刚好想找你呢 是不是许瓜瓜让你来的 是不是他想用这个电脑 老师其实早就知道 你们开网店了 只是一直没有告诉你们 本来我以为你们开网店呢 只是小孩子一时兴起 玩玩过家家 没想到 事情好像不是我想的那么简单 您不在的时候 我们一直用稀稀巴巴的手机上网 可在昨天 他爸爸把手机没收了 那你能告诉老师 那是许瓜瓜为什么要开网店吗 我不想做叛徒 这怎么会是叛徒呢 老师又不是你们的敌人 你告诉我才不会是叛徒 叛徒是什么 叛徒就是你告诉老师实情 信任你的伙伴会有所伤害 要是你告诉老师实情 你们开的网店会被大人关了 还没收你们赚的钱 那个才叫叛徒 那那不会那样吗 当然不会 你最多就是和老师结成了秘密联盟 这样老师还可以暗中帮你们开网店呢 真的 真的 其实 瓜瓜开网店 是为了去广州找他妈妈 他妈妈怎么了 他妈妈不要他了 他要去广州把他妈妈找回来 老师 我把秘密都告诉你了 我是不是可以去教室用那台电脑了 这几位是我请来的小辅导员 你们以后要是有什么问题呢 可以直接问他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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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老师 我们可是认认真真要跟你学本事的 你把他们几个小东西弄来 这不开玩笑呢吗 舅舅 这怎么是闹着玩呢 他们对电脑操作的熟悉程度 可甩你好几条街呢 不信啊 下课比试比试呀 下课比比 我孙子这么有出息啊 来来来 快 快来帮我把这个铁盒子弄亮了 我爷爷还不会呀 不是 只叫给电脑开劲 对 请老师知道知道 你老师 你老师 我想教我妈妈汉语拼音 不然啊 她发音不准 老打臭子 你吃个孩子 我想带我爸体验一次网购 但是不是真花钱 可以可以 你们想教什么呢 就尽情去做吧 好 舅舅 你以后有啥不会 我也可以教你 教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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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啥 你会点不都是我教你的吗 那给你能耐的 大象 你还真不用教你舅舅什么 你只用负责 在他上课打课睡的时候 叫醒他就行了 李老师 我已经好几堂课 没有睡过觉了 好了好了 那我们就开始上课吧 小老师们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大象 好 我们第一课是 什么是网店 你们还别说 咱们在电脑这一块 还真比大人强 那肯定了 他们还得多多向我们请教呢 是 咱们的网店 开着那是一个好呀 但是还得继续努力 不要骄傲 没错 刚才马师傅来过电话了 等过段时间余水少了 咱们村的进网计划呢 也可以加快了 应该不出这个暑假 咱们村就可以通网了 这个快递夜晚也就好办了 那可太好了 这快递业务真是个事儿 你但是你没有业务 我没法跟人家快递公司说 你单搁我们设个点儿 可这葛根种植基地 一时半会儿也交不出东西啊 这么着 你下去的时候 你也做个功课 你统计一下 看看前南地区 网络上销售的什么东西 销售得最好 你要是那样 我可以以这个合作社的名义 先开一个网店 等业务上来了 我也好跟人家快递公司去争取 好的 书记 我都不知道 因为咱不是干这个的 但是我就说 你看像那种低洼的地方 它应该是 这个地方它怎么破 那是咱们是不是 咱们那边去哪儿 坐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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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说 我大公司室 стол全有了 在术平的时候 坐哪儿 那些焦虑的心情 你说的有道理 继续说 是这样的 这些孩子呢 每年跟他们的父母 见面非常地少 通过网络和电视的了解 了解到他们打工的城市 非常地繁华 又对比这里的贫困 小孩嘛 肯定会胡思乱想的 李老师 我觉得你变了呀 你现在有一种啊 想留在山里 当孩子王的感觉 黄老师 你可算了吧 我妈要是听到 她非把我给杀了不成 说吧 找我肯定有事情需要帮助 说 是这样的 我联系不到呱呱她妈 所以我在想说 您是不是可以联系到她妈妈 联系不上 这有点奇怪了 对了 大象的妈妈 和她一起在广州打工 我试着联系一下大象的妈妈 她应该知道她的一些线索 太好了 那就拜托老师了 您也知道 去广州的事情 对呱呱来说是一个心结 只能呱呱她妈妈自己来解决 还有 运转网店的事情 也只是 稳住孩子们的一个办法而已 那你能帮着他们 继续运转网店吗 我也只能尽力而为吧 我也不是做销售的行家嘛 书记来了 方老师 老师 书记书记 小畅 你先去忙去 好嘞 谢谢 谁开忙店啊 行家跟这儿呢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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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开嘛 之前书记 你不是来做过我的工作吗 现在还在计划中 还在计划中啊 抓紧时间呢 我跟你说 我正瞅着没有标杆树立榜样的 你要卖什么呀 你跟我说说 我给你参谋 参谋 我 我 我吧 我 我打算那个 方老师不相信我 没有 我跟你讲 我在经委会 我干了十几年的主任呢 我经验丰富 我满脑子都是销售点子 你跟我说说 是 是这样的 方老师 她想卖瓜瓜爷家的瓷吧 瓷吧好吃啊 我也觉得好吃 但是我给我闺蜜记过 她们都说不是特别好吃 你没吃对吧 配上野山的蜂蜜 你再给记一回 还有这种吃法 瓷吧什么做的呀 糯米做的 它黏 蜂蜜 甜润 两个配在一起吃 明白了 明白了 这里边有一个寓意啊 什么意思 瓷吧跟蜂蜜在一起吗 甜甜蜜蜜嘛 又黏又蜜 你的闺蜜们关系就越黏越蜜 原来是这样 对啊 哦 方老师 这不是您要开店吗 对吧 这书记说的话 您可都记住了 我记住书记 您看是不是这个意思 瓷吧不能单上卖 对吧 一定要配上一些花头 对 比如像蜂蜜 对 还要抓住年轻 消费者的心理才行 对吧 李老师 对 是 方老师果然一点就通 你们俩谁开店呢 一起开店 王书记 有人找你啊 王书记 哎 哎 抓紧时间 好 我看好你哦 好好好 啊 你有什么事 你到时候你就随时问我 好 叔叔再见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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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下手刹把孩子给出卖了 哎呀就是说 好 不过还好 小月 有消息了吗 你放好你的烧 赶紧放手 好热啊 我看你啊 我喜欢买名 家人家 新发 小月 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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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快看 好像有客人来自询了 希希 你过来帮我看 过来 过来过来过来 给我下来 你去看看 我 我该怎么回他呀 买家说 如果你们用的是野蜂蜜 那我可以加钱购买 什么 野生蜂蜜 咱们不是弄过吗 突然被撕了几个包 都没弄来 别再提了 那个地方 我是永远不会再去了 我到底要怎么回复啊 小瓜瓜 告诉他有 不用加钱 咱免费送他 那我们不是亏大了 不是 你得先把订单 拿下来再说呀 是不是 那也太亏了吧 小月快回复 很有诚意嘛 很有诚意嘛 好的 那给我准备 师父 我们发财了 我们发财了 发财了 你 你过来 我让我喝 你不去 让我喝去 去 去 你吓死我 真的发财了 小月 快回复他 告诉他我们用生命担保 给他的一定是最好的磁疤 和最好的蜂蜜 快点 快快快 用生命担保 有太夸张了吧 不这么说 怎么让他知道 我们说的是这呢 快点 要是能把我们采蜂蜜的 全过程拍给他们看就好了 希希 这个注意不错 抓紧放你的手 你好 我的姐妹们 看看我现在在干什么呀 我现在要跟着我的学生们 去采野生蜂蜜呢 好了 我的好闺蜜们 等你们吃到了这些 纯天然无光害的野生蜂蜜时 记得要多多转发 多多评论 知道了吗 你看 这里上边 风景还不错吧 不知道孩子们到底去哪儿了 刚刚 我现在 我现在终于到这个山林里了 这风景真好呀 给你们看一下 好看吧 这树这么高呢 要是有机会你们要过来玩啊 学生是不是在那儿啊 李老师 谁啊 李老师 这什么东西啊 这什么东西啊 李老师 别跑了 是我们几个 你好 李老师 李老师 你别动 你头上有个蜜蜂 真的吗 真的真的 你怎么办啊现在 李老师 骗你了 这全是假的 你怎么这么这样啊 没有 这些蜜蜂已经被我们用火熏走了 现在你看 现在这里面都没有了 没事 没有了 那个真的没事吗 真的 真的 那 你去 李老师 真的没事 你过来吧 李老师 李老师 你到这里来干吗 我今天不是没课吗 我今天不是没课吗 我也没事干 我看这风景挺好的 我就过来看看 真巧 你们也在啊 那李老师 我们去摘野果吧 走吧 行 走吧 走走走 走走 摘野果咯 李老师 我在这儿呢 你看 这里有好多野果子 这里这不是果子 我养了 你自己要追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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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大家好 你好 大家好 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来 你看看我们 我们撒的野果子 产了野果 好多啊 产了这么多野果呢 对呀 这些都是什么呀 我 李老师 你快看 这个是杨梅 李老师 这个是杨梅 来 李老师 你看 我这是杉梅子 瓜哥 甜甜 李老师 你看 这是徐瓜瓜 摘的黄泡 黄泡 这是我摘的 这哪两个字呀 黄色的黄 一泡就有的泡 对对 超小的 是杉的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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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杨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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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拍这些视频干吗用 给我的好闺蜜们用用啊 让他们也知道知道 这大山里有这么多好吃的 羡慕他们 那其他人能看到吗 其他人 就比如说其他的大山外的人 这样 那老师就把这个视频制作好 放到QQ空间里去 这样呢 如果有人想看 直接点击看就可以了 太好了 感觉到了吗 什么 河水涨水了 我感觉到了 我感觉这个船在左右摆动 这河水涨水了 产生了福利 这就是我在科学课上 跟你们说的福利 福利 河水涨水了 应该是山那边下雨了吧 马上就要下过来了 我们赶快走吧 希希 雨扛好了吗 小雨 雨好了吗 马上好 快点 马上要下雨了 好嘞 这个福利能帮我们带到很远的地方吗 很远的地方 比如 比如广州 广州 理论上是可以的 因为这条河 属于珠江水系的上沿河段 最后呢 会汇入珠江 再奔向南海 那就离广州很近了 确啊 嗯 明白了 谢谢老师 你这个好远 好 姑姑 油盔好了 行 喂 真的 这火那么强 看起来 看起来就很好吃 喜悦 小雨 我抓到鱼了 厉害了 笑 抓到一只 让我看看 让我看看 好香啊 这鱼 好香啊 那个 麻烦 我开他电脑 可以 可以 多少钱 六块钱一小时 六块钱一小时 我能开半小时吗 可以 三块 谢谢 谢谢 这 身份证 身份证 看身份证 好 谢谢 谢谢 需要来跟考尝吗 好 谢谢 谢谢 不用了 谢谢 再见 你老师 我在这儿呢 嗨 这里有好多野果子 这不是我的作样 你不要追着我 我先让你生 你怎么来了 你又又又 你又又又 你又又又又 你又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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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子 这是我摘的 这哪两个字呀 黄是个黄 一方便了 对 真是小的 我摘了 来来来 你又 来 春江 不好意思 让你等了 联系完了 什么事啊 这么着急找你 这是孩子他老师 你说孩子啊 你开了个网店 想攒钱 能去广州找我呢 去广州找你 你现在人在贵州 去广州找你干吗 你为什么不早点 告诉他们你在这儿呢 我当爸去世的时候 他爷爷就立下个规矩 咱这一家人啊 不能再去工地打工 怕他爷爷不高兴的 没敢说嘛 这事也怪我 就不应该带你到工地来干活 哪能怪你呢 你不叫我 我也会过来的 我要替孩子的爸爸 过来看看 时间过得真快 一转眼两年就过来 眼看着大桥就要完工了 眼看着大桥就要完工了 时间过得是真快 你也别着急了 没几天就完工了 你就可以回去看孩子了 来了 他们来了走吧 来来来来来 我来 东西都齐了 咱回去吧 过来大把手 下午尽门ato 天宁 都齐来了 来来来来 今日这边也不记得了 走啦 今天这个阶段都没有庰不进 漂亮啊 可是你也没庰不净 靠来来来啊 来来来人啊 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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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近那边走啦 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么长时间才恢复啊 就是说呀 没打电话过来说明一下情况吗 他打了 他说山里联系起来特别不方便 信号不好 这个我能理解 但是我不能理解的是 他在造桥工地做事 为什么要对孩子撒谎 还让我替他保守谜移 瓜爸之前 就是在那个工地上出的事 这个我知道 瓜妈之前也在那个工地上干活 自从瓜爸出事以后 瓜瓜爷爷立了规矩 不准许家人再在工地上干活 老人家又固执又迷信 所以瓜妈后来只能改道到广州大宫了 所以 瓜瓜妈妈撒谎 只是怕犯了瓜瓜爷的机会 也是担心工地上危险嘛 如果瓜瓜妈妈再出个什么事 那这孩子就太可怜了 所以暂时这事还不能告诉瓜瓜 网店情况怎么样 现在可是经非西比了 产品搭配丰富多彩 还有产品的目录也都做了更新 现在瓷巴已经不再单卖了 而是搭配蜂蜜果酱这些做套餐 蜂蜜还是孩子他们自己采的呢 就凭这些能把销量搞上去 那当然不是 还有我这个幕后销售帮忙呀 我可是费了很大的劲儿 我让那些闺蜜们在姐妹群里 疯狂转发 疯狂安利 不过女生倒是真的爱吃甜的东西 这一来二去的就成回头客了 是上去了 可这也不是什么好事儿 手里攥着足够的钱 我担心孩子们呀 随时会跑路 目前不会 有小雨做内应呢 反正她就是随便报账 这些男孩已经沉浸在 胜利的喜悦当中 也不管到底赚了多少钱 反而在想 把这个网店怎么做大做强呢 但还是不能大意 最好催瓜瓜妈妈 赶快回来一趟 我担心呀 万一那天瓜瓜清醒过来 可能会随时揍人 大家先看一下这儿 几个小老师 问我怎么把网店做大做强 这儿是什么 他们特地提到了产品的包装 是的 很多做得很好的网店呢 在包装上下了很大的功夫 他们也因此获得了很大的销量 但是我觉得 刚开网店的商家来说 把精力和财力投入在包装上 是很不现实的 也就是说 把那个鸡蛋 菜打纸壳吧 纸壳 那么这个东西 那个东西一包 它就能卖个高价 那当然 有精美包装的产品呢 能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望 尤其现在是眼球经济的时代 啥经济 眼球经济 眼球经济是 啥 啥 啥经济 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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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设计和制作这些包装呢 也是要花很多钱的 这个我知道 西西他爸不在职场上班吗 这种包装啊 可贵呢 光是找人设计 就得花不少钱呢 而且那个模板还是专门制作 要是没个千八百分的订单 人家根本就不接这生意 是啊 所以以后大家 要是做农村电商的话 我对包装的建议呢 还是越简单越好 与切从简 下面我们再来说一下 一些小技巧吧 看来靠包装把网店的业绩 再提起来是没戏 你看 他说我们自己画一些包装纸呢 你画得真不错 谁教你呢 我爸呀 他上学的时候就是美术生 可招搬别人的包装也没意思 咱们肯定活不了 我为什么非要活呀 我觉得现在有这么多订单 已经挺好的啦 乖乖 可钱不是该越多越好了 谁跟你说的 你爸今天为什么没来上课 因为他的轮椅又坏了 为什么不买新呢 乖乖 等等我 你看 钱也越多越好吧 想买什么买什么 你不是一直想跟你爸买一把 天东文影吗 等我们再多赚一些 你就给他买一把 嗯 你最近算过账吗 咱们赚的钱够不够去广州的火车票了 还 还不够呢 还不够啊 你别天天想着钱了好不好 你有多久没跟我好夫妻过功课了 我这不是想敢改下 赚钱不容易吗 乖乖 我嫉妙真的不得又过来 Nickelodeon 我影片下植费 的建设情况 看新闻说 大乔几天后就要合聋了 这真是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祝贺你 你和呱呱爸爸 作为建设者之一 我真的替你们深感自豪 呱呱要是知道你也在现场 一定也会很激动吧 其实在贵州的另一头 也有一群小朋友和你们一样忙碌 网店的事您已有所了解 我发布那些视频 就是想分享孩子们 度过了一个怎样的夏天 你能想象吗 几个孩子凭着一腔热血走到今天 竟然真的把网店做成了 作为他们的老师 我曾十分困惑 一个十来岁的孩子 为何如此渴望赚钱 他赚钱是为了去找妈妈 就再也找不到阻止他的理由 来来来 庆祝十五号主桥和龙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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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 谢谢 谢谢 水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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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喝军宫酒啦 水光强 陪你喝完这一杯 我将回去 陪我们的儿子了 陪我们的儿子 陪我们的儿子 见到您之后肯定开心地飞起来 这个假期让您操心了 不知道我到家以后 还能不能在总雷见到您啊 真想当面谢谢您 别客气 这是我们老师应该做的事情 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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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有人开了网店了 开网店了 我按照您吩咐的 就是前两天我把前南地区 在各大购物网站上面 开的网店全都搜了一遍 尤其是那些卖农户产品的 我是一个都没拉下 您猜怎么着 我发现了熟悉的东西 什么东西 吃的东西 瞧你还卖官司 就是各种磁疤 那能说明什么问题 那前南地区 能卖磁疤的人多了 不是 阿姆家卖的磁疤呀 有自己贴的标识 是吗 打工资 山前水之外扬起风帆 同舟路上游暴雨狂澜 徐徐前行 装几随处一朵朵绚烂 如炬山巅 去散迷雾投入 无尽为难 只问一气候 是像千年万年之外 天涯沧海 每朵浪花都一样澎湃 雨依清白 星光和海后一样自在 乘风之浪 奔上无情的未来 海风追海浪 青春猪梦想 翻越山川起伏跌宕 心更有力更坚强 全流回尘海 巨风掀起来 每一双手铸铸铸的绘画 那是光荣与梦的江山 海风追海浪 青春中梦想 翻越山川起伏跌宕 心更有力更坚强 千年万一双手铸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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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铸�铸铸铸�铸铸铸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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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梦的 叫 善 爱情